至於沒有道理 然後硬拗 然後一直抹黑 說什麼這是東廠 這是鬥爭 只有心虛的人才會怕被鬥爭 只有不敢面對的人才會一直講說這是鬥爭 事實上我們這個法很清楚 很簡單 處理四個面向的問題 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然後呢 將來當然這有關於最重要處理什麼 這只是調查認定 以及這個財產 當然黨產的部分必須要處理 黨產的通過以後就不能買賣 這是很重要啊 包括所有的資料 全部要保全 當然這裡裡面也有設計的所謂你可以複查 你可以有行政救急的問題 這整個方向邏輯是一個很清楚的設計 我希望大家今天 我看到國民黨提起這樣的話言 說這個提什麼 當然 既然我們台灣這個轉型爭議 是歷史上沒有完成的 在這個歷史的一刻的時候 當然民進黨今天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面對第二次轉型爭議的問題 過去陳總統在處理轉型爭議的問題的時候 當然是國民黨抵抗嘛 那今天我希望大家 共同以歷史的親情 和一個朝野和解最有歷史真相的態度 來好好看待轉型爭議 這絕對不是只有台灣在面對國民黨的問題 全世界都是在面對轉型爭議 大家瞭解 兩人錢公約在2009通過的時候 2013 你化為國民法 2013 國際人錢專家到台灣來 針對台灣轉型爭議提出很大的批判 我們是要面對整個國際的潮流 整個認對整個 整個國家爭議的展現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再次 再次對國民黨 今天這樣集體的發言 好像很有秩序的樣子 但是坦白講 我看起來都是 極以弱智 極以成倫的行為 謝謝 謝謝柯建民委員 我們程序發言的最後一位 請尤美女委員 你已經過去了 不好意思 我再登記嗎 沒有辦法了 登記截止了 已經過去了 對對對 謝謝 來請尤美委員 主席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今天呢 這個大家一直在對所謂 我們今天要談促轉條例的時候 的所謂的程序發言 那從國民黨呢 剛剛的這些的發言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促進